有一个致命性的传染病 它的海胆大量死亡 专家担忧它会进一步威胁 红海独特的珊瑚物种 整个生态平衡都会破坏 现在包括了土耳其 希腊都爆发同样的传染病 它的致死率很高 两天会让健康的海胆 变成一具具骷髅 我们一起去看看 海胆身上的间隙毒刺散落一地 逐渐被鱼群啃食殆尽 阿拉伯红海金船致命传染病 短短几个月就将海湾内的海胆 统统消灭 传染病从地中海一路蔓延 土耳其和希腊也在几个月前 传出海胆集体死亡 专家研判很可能是由一种 致病寄生虫所引发 再通过被鱼类吃掉 加速扩散 海胆以藻类为食 对维持生态平衡至关重要 没了它们 海藻将孤度生长 阻挡阳光照入海底 让珊瑚礁无法呼吸 加在非洲东北部和阿拉伯半岛之间 阿卡巴湾的珊瑚礁比其他地区 更能抵御高温海水 是相当独特的物种 但现在海胆消失 让它们的生存面临更大的挑战 专家表示现在已经不可能阻止疾病蔓延 必须抓紧时间把剩下的海胆保存培育 待未来实际成熟再重新引入海洋 海洋健康日益恶化 但人类仍不断掠夺鱼业资源 过度捕捞让巴哈马的海螺濒临灭绝 塞内加尔的鱼市场上也逐渐看不见 青铜石板鱼的踪影 专家警告人类终将子食恶果 去年在加拿大蒙特罗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 各国达成历史性协议 统一到2030年保护全球三分之一的陆地和海洋 但几世纪以来的破坏并不容易修复 在巴西亚马逊雨林深处正在进行一项耗大工程 未来这些高塔将被用来提高环境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以便了解森林如何应对气候变迁 我们经常说Amazon Face是一个窗户 你会开这窗户 看看什么可能会在30年前 然后我们有时间 如果我们发现它是一路的距离 我们有时间要去 adapt 这两个共同和合作 会有非常重要的严重 在保护我们的地域 保护我们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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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